在前面所看到 就是开国上将许世友将军 他的长子许光同志的墓 他是出生在新县许家娃 在旁边就是他父亲 还有他的老家 部种的造型也是很新颖独特 一个四方形 在上面还种上了草坪 这是他和他夫人一座合葬墓 他虽然没有他父亲那么荣满一生 传奇的一生 但是他也是有了自己的传奇 在三岁的时候 就是因为战乱而斩转各地 后来投身军旅 毕业于海军高级学校 做过建长 但是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在他最好的时光 回到老家照顾奶奶 因为许世友将军 他职位很高 也是特别忙 没有空 在1965年 他又回家来照顾奶奶 他可以说是替父尽孝 许世友将军是南征北战 荣满一生 最让他放不下的 就是家中的老母 他多次说过 要晚年回到家中照顾老母 但是实在是太忙 只能让这个儿子替自己去照顾 在1965年 半年之后 他母亲去世 许世友将军也是用过忙 也是他的儿子把自己奶奶给安葬 在后面墙上 就是为许世友将军 还有他儿子的树像 旁边就是为他写给儿子许光的信 这信也是许世友将军给儿子许光交代后事 时候要葬在故乡 也要陪伴母亲 现在是过年时期 有很多人来到这里祭奠 在目前还有许家后人 他们所敬献的花篮 父亲为国尽忠 儿子为国尽孝 这是一段佳话 在2013年 许光同志病逝 享年84岁之后 是葬在这里 离他老家很近 离他父亲很近 离他奶奶也很近